美国航母雷根号日前公开在日本外海监控解放军的画面 而它最新的航机图曝光似乎有名回防外海 根据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赶之平台公布雷根号航行轨迹可以发现 8月2号佩洛西抵台当天正在台湾南部外海戒备 随着佩洛西访问日韩雷根号也一路上接着开始南向航行 6号在九州东部海域 直到8号雷根号已经向南移动约140海里 目前靠近日本冲绳线纳坝移动的位置 这航机图也打连解放军少将的这段话 当时给佩洛西护航的里根号航母舰 在我们东南方向连夜后退了大概几百分比 事实上白宫证实未来几周 雷根号就会通过台湾海峡展现捍卫海上航行自由 而这十几点正好也在共军结束台海周边军演 转向渤海与黄海进行新一轮大规模军演之际 美中似乎已有默契避免擦枪走火 有学者分析共军可能靠着在台湾周边 多次的军演来强化武力犯台的信心 美国史丹佛大学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奥里安更警告 中国很可能重演珍珠榜事件 采取突袭式进攻入侵台湾 1941年12月日本出动超过350架的各式战机 突袭夏威夷欧湖岛上的珍珠港基地 当时导致五艘美军战斗舰以及两艘驱逐舰沉没 还有2300多名美军军人身亡 而这场突袭被认为是二战重要转折的战役 如今共军也想在台海无法炮制吗 其实专家正正忧心的是 共军在印太区域军事扩张的企图心 毕竟放眼西太平洋美军有多处军事基地 解放军若真想偷袭这些美军基地 势必挑起美中在印太的军事热战 眼看台海紧张情绪升温 菲律宾官方已经开始严理撤侨计划 不过有学者认为 从过去俄乌战争的经验判断 美国是否启动撤侨行动 将会是中国是否犯台的重要指标 面对共军威胁 台湾应该要适度备战 才不会激化中国采取更冒进的军事行动 都在新闻黄信息也问这报道